香港藝術中心位於灣仔,與香港演藝學院只是一階之隔 成立至今已超過30年,中心一直致力推動區內的藝術發展 今集藝術者就帶大家感受一下這裡的藝術氣氛 大樓內設有劇院、電影院等設施,演出及播放不同類型的藝術節目 香港藝術中心設立了一個畫廊,定期會有不同關於畫作的展覽 而這裡也有多媒體的設備,令展覽更豐富 《街頭音樂》這個表演系列是由香港藝術中心和龔智成音樂工作室主辦 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不同的表演團體就會在香港藝術中心的正門做一場音樂表演 他們亦會定期在香港其他地方舉辦這個街頭音樂會 現在就讓我們聽聽負責策劃的龔智成先生和我們有甚麼分享 其實我是2009年5月開始,在藝術中心門口開始 做這個所謂街頭音樂系列 到現在在藝術中心門口已經做了62場 但其實我在其他地方都做 比如像灣仔南屋那裡 都是兩年半前在那裡都每個月做一次的音樂會 我的構思主要是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精彩的城市 但是很少在街上或者在公共空間裏面見到好的藝術活動 作為一個做音樂的人 我就很想組織一些好的音樂會 我常問的問題就是有多少人住在一個新市鎮 在屯門走去文化中心去聽音樂呢 我的問題就是很少 我應該把音樂帶回去社區那裡 我有一時很喜歡邀請一些年輕樂手 但也不介意邀請一些比較成熟的樂手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很少在一個互換環境製作音樂 也很少觀眾聽到他們 所以這個平台對我很重要 首先出場的就是一名激樂社 這個樂團希望給青少年有更多機會學習 和演奏各種的烤激樂 從而推動烤激文化 然後出場的就是後流行搖滾樂隊 Stereo is the answer 他們希望透過結合不同風格的成員去探索音樂更深層的意義 風格揮唱已暴走 彾剋幣 風格揮唱已是澀激樂者 彾剋幣 彾剋幣 彾和彾剋幣 彾剋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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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包含強烈的視覺效果和戲劇元素 The Victoria Jazz Band 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搖擺爵士樂隊 在香港爵士音樂節亦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蹤跡 今次更加有舞蹈員配合他們的演出 Hong Kong Swing 片刻薩 前輩 魚